就是我要花三萬塊 從東京去京都吃一碗沾麵 我在京都等你 哇呀 我真的做這種瘋狂的事情 我們要歡迎Gogi來到京都 它有一個好像薯皮的味 又很舒服 好像在拜祉人這樣吃的那個麵 有個薯 歡迎到Gogi獎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很特別的企劃 就是我要花三萬塊 從東京去京都吃一碗沾麵 據說那個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沾麵 這完全是一個巧合 就是我前幾天聯絡了毛毛 然後毛毛不理我 那她今天突然跟我說她今天有空 那我問我要不要去京都 然後我今天本來是安排剪片 跟晚上去求夜拍攝 然後就這樣一拍集合 我就跟她說好吧 我去京都找你吧 我現在打個給毛毛 嗨 毛毛 哈囉 怎樣 走走就走的旅行啊 很帥啊 我現在在 很快點我在京都等你 哇呀 我真的做這種瘋狂的事情 帥啊 是啊 原來好遠欸 我沒想到你會來的喔 全世界最好吃的沾麵喔 真的是喔 OK好 等一下見 掰掰 她會讓你的新幹票值得 好 買到票告訴你喔 OKOK 好 掰掰 一會見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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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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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般人如果說好我今天來找你玩 而且從東京到京都一般都是在荷蘭 真的就來了欸 我們要歡迎GOKI來到京都 我們要歡迎GOKI來到京都 你看這個就是專業youtuber 剛在聊天一看到鏡頭就變了 對啊這廢話 真實的影片不能給人看到 這家沾麵真的很厲害 它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沾麵 沒有誇張 你知道就是我今天的標題是什麼 影片標題 下雪了 快點拍雪啊 最好是拍得到啊 我看到眼睛看得到拍不到 我今天這個標題真的有欸 下雪了 我的今天的標題是 花三萬塊來吃全世界最好吃的沾麵 太記得了 如果不是最好吃 妳就死定了 絕對不會 三萬塊欸 欸我突然覺得啊 這間店這麼好吃啊 你還是不要拍片好了 為什麼 不然大家都來了 以後就沒位子了 會人不多嗎 還是要自私一點 它很人氣 當地 所以你不要拍好了 是嗎 OK好 花三萬塊來吃碗麵 然後不拍片 對然後不拍片 你傻嘛你 至少要youtube賺個兩三百塊嘛 要回個粉 不用賺那要回本啊對吧 對呀 這一間 拉麵店很特別 它是一間 沒有名字 沒有招牌的拉麵店 哪一間 哪一間 你看到嗎 喔 地下室 喔喔就這一間 對 快點 有時候晚一點 它沒有賣完就沒了 啊就是我們要來這一間 對 喔好溫暖啊 對 它其實有拉麵 沾麵跟咖哩沾麵 但是 我 就是我最推的是沾麵 嗯 但這個天氣冷啊 有時候我會想喝湯的 會是拉麵 可是我覺得 來這裡還是要沾麵 講完這麼多廢話 沾麵 然後他剛告訴我一件事情 我其實不只花三萬塊 因為我今天會不去東京 所以你要睡公園嗎 對 所以什麼 外面下去 要睡公園 多浪漫 那妳陪我吧 我陪妳 我要回家洗熱水澡 然後開暖氣睡覺 哈哈哈哈 哇 好酷喔 不是很棒喔 很酷欸 對 我超愛這一家 我超愛這一家 叫你Candy 然後我發現剛剛 這個很特別耶 它餐具在下面 這是辣椒粉嗎 它這邊有各種薬味 薬味是什麼 薬味就是 我覺得很像spice的那種感覺 各種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直接拌麵 反正就是辣椒就對了 就是有胡椒 辣椒粉 山椒粉 就是MASADA 就是印度的那一種 這其實很搭 哇有VIRU 直接喝了吧 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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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妳喜歡吃湯麵 其實說真的拉麵 比起來我啊 我真的平愛沾麵 對啊為什麼 我喜歡 那種QQ的感覺 對其實跟我一樣 像我在三年前 第一次在東京的時候 第一次吃到沾麵 後來就完全愛上沾麵了 來來來來 這個是沾麵醬 這個是沾麵醬 我怕講錯 這很貴 的陶瓷碗 然後這個是很有名的那個鐵柱鍋的牌 很高耶 非常高 它叉燒有點蓋半 它現在是片狀的 我比較喜歡之前是那種塊狀 比較像那種 港式叉燒一塊塊 這就比較像一般拉麵店的形狀 貓貓說就是要先試一下它的麵條 才放在蘸醬裡面 你看我有看貓貓的影片 她不看我影片 完了我剛剛沒有試 不要吃啊 不要吃啊 NO 它的濃不是很濃 可是 OMG 我真的每次來這家 我都會 一場開心一場幸福感 好久沒來 很喜歡這家店 快點如何 世界上最好吃的斬麵 呃 對耶我剛剛忘了這個主題 你感覺怎麼樣 認真試一下 認真試一下 它的這個醬真的很厲害 可是它麵有點很弱 麵很弱嗎 好啊它的麵怎麼弱了 麵怎麼弱了 我覺得它麵沒辦法吸到它湯汁耶 因為不需要吸它 這麵就是要Q啊 而且它的麵就是很Q 我很喜歡 而且不是細麵 我討厭細麵 這個麵 我們 你再讓我多吃幾口 我再和大家分享 大概知道它的差別在哪裡 在 因為我是很少吃拉麵沾麵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不會覺得好吃 可是吃拉麵沾麵最大的缺點就是 你吃到一半就覺得很膩 這一種粗度的麵是蠻小的 一般都會再燒粗一點 對對對 然後 它對我來說 像那種比較細的 像麵形的拉麵 我就沒有很差 那個就不行 一蘭是那一種 這一蘭就那一種 很神奇的 對它的這個base啊 是 雞的湯底 配上魚介 就是海鮮 其實為什麼濃而不利呢 因為雞湯懂 但是配上海鮮的 鮮味味 哇 皮皮 反人 反人 好 把他先翻回去 翻回去 一二三 你注定不成功沒有辦法 這間店有另外一個值得來的原因 就是他們的店 但你們的店員有點帥 日系的 日系那一種 草食那一種 會等一下上嗎 適合你們這種肉食女的 肉食女 那你為什麼 我怎麼問 我又不會日文 我怎麼問 你問他 有女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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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女兒 她單身耶 她沒有朋友 無收太小 很可愛 不行啦 太小了啦 我都大叔了 大叔不就是我了嗎 對 我超級大叔 太大了 OK 我現在要拿叔 左邊這個 我加兩種 這個跟山椒 然後 然後 它這麼酷喔 對 你不要整個掉下去 我會怕 要按幾下 看那你少了一點 少了嗎 有一點 有一點 我為什麼才可以開好家 多一點吧 你吃這個 大男耶 多一點 一顆 一顆 乾杯 乾杯 你可以再大聲一點 因為我不敢吃 要丟臉是丟臉喔 我不要 我不認識你 反正我 好共啦 反正怎麼樣 不好意思 它怎麼樣 它的那個山椒味很特別 嗯 它山椒味很特別 它好像那種四川的麻會有點香 它會不是辣的麻麻的那種 香香的 嗯 怎樣 山椒味 好不好吃 整 整啊 整啊 整個原本的 整個 原味的 好久沒說廣東話了 好久 好久 沒說廣東話 我感覺就是 那個山椒味很厲害 整樣厲害 因為呢 它有一個好像 樹皮的味 又很舒服 好像大智人 這樣吃的那個麵 大智人 有個水的綠珠的感覺 大智人 你都聽不懂 真的有露水的感覺 其實我是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給不到你reaction 有點像你在清晨的時候 有點露水的時候 吃麵的感覺 對啊 對啊 有沒有感覺到嗎 我覺得很濃味的 可是它的山椒不重 淡淡的有點像勾著你的感覺 勾一下 不會太重 太重 你的廣東話是不是超標準 我的廣東話很差 我廣東話不聽 我怎麼懂廣東話呢 現在呢 我們的麵 麵 吃完了 湯還有 我們還沒吃完 還沒吃完 現在 今晚的 今個晚餐的spotlight 現在又來了 然後畫龍點睛 就是這一步 你怎麼出來變 突然變好出來 怎麼回來了 啊 嗨 它是加肉在加分 對 而且我跟他說 我們分享多一點 畫龍點睛啊 畫龍點睛 它會加湯給你嗎 它其實呢 在我們剩的一點湯 它會根據你的湯量 去給你一個適當比例的高湯 它是湯的可以喝的 肉雲姓 我喜歡肉雲 有的也不喜歡 肉雲姓 肉雲姓 是先肉雲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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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不錯 完全誤會你的意思 不錯不錯 好吃 好吃哦 我們來做結尾好了 我要山椒 妳還要再山椒 我要山椒 我覺得 花三萬塊來吃這個沾麵 值不值得呢 我覺得不值得 可是是好吃的 因為它很特別 它跟一般吃到沾麵是不一樣 它很特別 家店如果你有來京都的話 建議可以來吃 可是特地來吃 可是我就覺得沒有很值得 其實也不會有人特地來京都吃一碗麵就走了 對啊 其實今天最主要是來想看貓貓 那你覺得花三萬塊看到貓貓值得嗎 真的值得值得 好 Ending 因為不錯 對啊 就是我差不多兩三年沒見到妳了 最會見到妳的 大概是2017年在圓山飯店 欸都2020年了 哇 怎麼樣我有變嗎 那時候妳好像才十幾萬訂閱而已 我以為妳要說那時候才十幾歲 那時候才十幾歲 對啊 百萬經驗 就算經驗了 超級奇 現在每次他們都說 妳的那個觀看越來越差 每次見到Poki第一跳都說 妳的觀看很爛欸 它中間有一段很好的時候我就沒有講 我覺得現在開心就好對不對 對 它高潮的時候我就沒有差 蛤?什麼? Pari? 就是YouTube高潮的時候 清晨笑的 不是那個高潮 是我說那個收視高潮 頂峰 頂峰的時候 我就完全沒有吵它 我的顛峰在明天OK OK好 那我們今天 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然後撈規矩 喜歡這個節目在YouTube看到的 記得點贊訂閱 然後打開小鈴鐺 在Facebook看到的 就把它分享出去唷 因為沒有人聽到 我記得 200多個影片都這麼講 你看200多次了 快到沒人聽得懂 對啊有上字幕啊 OK 這裡是MamaTV的那個按鈕 在這裡在這個位置唷 喜歡影片一定要按個讚唷 拜拜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